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的寒假作业 去年找了面心仪的墙 今年找了动心爱的楼 11月3日 11月6日 11月13日 11月20日 王一博已经开启属于他作为小学生的寒假生活了 并且在以别人看不懂的规律稳步狂交作业中 从换衣间,楼梯间,打响指载到如今的回眸视频 大家终于发现了王一博今年的交作业地址 从去年开始 王一博就拉着一面墙使劲拍摄 不改背景,不换衣服 隔几天就上线交个作业 一路狂补 终于在今年2月份结束 而今年 大家还试图找出王一博交作业规律 才发现无规律可循 衣服换,地址换 文案也不是统一在某个间中 如今我一会在走廊里回眸的视频一出 恐怕今年这赶作业的地点是在某幢楼里了吧 于是 大家纷纷调侃王一博 是去年找了一面心仪的墙 而今年找了一幢心爱的楼 不然 怎么王一博的营业刺刺在楼里呢 其实 等待王一博年底营业似乎已经成为了大家的执念 毕竟与其他艺人不同 他们是在一年之中不间断地营业 而王一博直接空缺有十个月 只在最后两个月里开启疯狂敢作业模式 被粉丝们戏称为小学生疯狂补寒假作业 不过有趣的是 这一次王一博的回眸视频没有使用文案 仅仅是两只眼睛的emoji 这与他2021年2月23日发布的视频所用图案相同 而当时的视频中 王一博也是回眸 不知道以后 王一博如果还是希望大家将注意力放在他眼睛上时 是不是还会使用相同的图案呢 已经知道了 王一博会在近期发布视频的粉丝们 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找寻这一次视频与以往的相同点 结果什么都没有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这地点极有可能与之前是在同一个楼里 不得不说 王一博做事的确不同凡响 他明明可以如粉丝们所愿 今年继续找同一个背景板营业 可他偏偏不走寻常路 不仅换地方 换衣服 就连大家猜测的视频文案都已经没有规律了 当粉丝们在为王一博全名街舞出圈而高兴时 当大家在为王一博为乐华赚钱几个亿 占比超八成 自己却只能与乐华五五分而为他不止时 当网友看到全网财报 看到王一博的各项综艺节目为各平台做到了资源 转化时而骄傲时 当王一博事业粉还在全网求饼 不知道王一博下一个资源究竟是什么而忧心时 王一博真的有在好好安抚粉丝 他的心里话从来不屑地多谈 都是用实际行动说话 无论外界在传言他的什么 他永远都不会放在心上 街舞的全民热潮他不来懒工 公司不合理地分成他不会去抱怨 为平台赚了多少流量他不会去骄傲 他只专注于自己 无论外界纷纷扰扰 王一博心里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自己的寒假作业还没做完 在交完一颗作业后 找个合适的时间 再把另一颗交了 其他皆与他无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